哈喽大家好啊我是刘二手 呃有钱不买收音机就听二手吹牛逼啊 今天的二手呢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 呃上回啊说到啊我帮那个小虫的大哥啊红米了 然后呢大哥挺高兴的啊肯定嘛谁红的米都高兴 大家一块去一块呢吃了顿饭 然后就都回去休息了 到了第二天呢呃我呢跟小虫呢起得早啊 我就因为我不敢先联系大哥啊 人大哥怕影响大哥休息是吧 然后呢我跟小虫呢起得早 哎我就先问小虫你醒了没有 他说醒了醒了 他说那吃点早点去呗 楼下哎我们俩就吃点早点 吃点早点啊 我就跟小虫呢没事就闲聊嘛 他不是那个作词作曲人吗 是吧啊问他一下这个作词作曲这个 一些情况好干不好干这些年 小虫跟我说哎甭提了啊 自打那什么以后 就是这个音乐呀 他数字化以后说白了就是自从出了这MP翻着玩之后啊 想听歌就随便从网上下载之后 干他们这孩就不挣钱了啊 然后呢呃 我说那你之前一直给谁 不给谁写歌 我记得之前给那个谁 人先起写歌吗 就是唱心太软 那个台湾可说对 我说是给他写 但是这小子成天现在不争气啊 这小子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信佛了啊 就是那个人子 要那个要修行 在修行呢啊 然后呢小虫跟我说 本来呢 人贤旗这人呢 在圈里呢名声也不好 人送外号人贤旗 他不叫人贤旗吗 小虫跟我说啊 这个人贤旗在圈里 人送外号叫人贤旗啊 什么叫人贤旗呢 反正就是谁降了他 谁嫌弃他 人人都嫌弃他 叫人嫌弃 那我怎么就人嫌弃了呢 说这个人他扭扭捏捏的啊 就是没有个大牌的样啊 对谁说话都是很温柔很客气 然后呃就是没有自己的底线 那没有自己的边界啊 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人家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然后呢本来是想那个 嗯小虫呢再给他多写一首歌啊 让他大卖 然后挣点钱 结果呢他自己呢 哎选择修行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隐退了啊 这一下呢 小虫呢跟着也吃瓜辣了啊 也挣不着什么钱 然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后来呢那个大哥呢 一会儿给小虫联系了啊 就是说醒来了啊 睡醒觉了 说你们干嘛呢 吃饱点呢 大哥说那你们甭动了 我去找你们去 我们就等着大哥来啊 大哥呢神清气爽啊 然后呢 就就过来了 过来了那个吃完了之后呢 大哥呢就挺高兴的啊 那个 就说一会儿啊 我带你们哥俩逛逛去啊 想要什么 哥给你们买单 当时呢就去了那个四季明慧 大哥呢自己也是啊 大哥喜欢穿的贩斯哲 你知道吧 因为大哥东北的啊 东北人他就喜欢穿贩斯哲 像那个去月山上的一个大 贩斯哲大人头那个啊 腰带上也是个大人头 啊 像那花了胡哨 那大人头啊 东北大哥那个 对吧 啊 对吧 就穿上那玩意儿之后 就就就是一种什么 生死以堪淡 不服咱就干那种感觉 大哥哈 没事 贩斯哲 那开始干 啊 然后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劳力士装备呢 说二手你挑一块 挑一块 不合适吧 大哥 我说不合适呢 大哥呢 直接就问啊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啊 然后那个 那个店员呢 说这个现在能有那个鲜货呢 就是GMT GMT 然后说 那就来这么一块吧 啊 就是那个 半边是蓝的 半边是红的 那么一块 像是水鬼的 那不是 叫GMT 那么一块 大哥就直接就包上啊 二手你甭了 我给你买单 啊 昨天 那个什么 你那什么 挺不容易的啊 帮我红脸了 这哥哥给你买点礼物啊 这都应该啊 啊 那个小虫也凑一顿 大哥 我呢 你也挑一块 挑一块啊 然后呢 小虫也挑了一块 就给我们去 就这一天就开始那个买东西 购物啊 大哥很豪爽 啊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哎 那个 大哥呢 又说要继续战斗 啊 战斗呢 然后那个 我这会就想往后说了 啊 我不想再给大哥战斗 因为这个 给大哥战斗啊 心里压力大 然后呢 是吧 这大哥呢 没说能够多少米 虽然说给了块表吧 啊 但是呢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还是说清楚了 好 对吧 你能给10% 20% 还是多少 大哥也没说 大哥呢 就说二手啊 今儿 哥哥我自己来啊 我昨天我整明白 咋 怎么个玩法了 今天我自己 我要上手 我说太好了 哥啊 我觉得这个 你今天那气色啊 这个面相 肯定是 无枉不利 大杀死风 你看着吧 大哥一听挺美了 哈哈哈哈 挺高兴啊 然后呢 又去了那个 心好天地了 就干啊 直接大哥就是干啊 直接 咔咔大哥先换了100个W 就在那个 那干 哐哐哐 大哥就知道 大哥呢 也不懂 其实大哥那会儿 还是有点懵的啊 但是呢 那天呢 赶上大哥呢 呃 点正 就是运抢 哎 两个小时 红了有 130多个W 啊 哎 这会大哥 哈哈哈哈 又一个 走咱们吃宵夜去 啊 呃 这个时候呢 啊 走过来一个女的 啊 然后呢 就先跟小虫 打了一招 我啊 虫哥你好 什么过来玩了 带朋友过来玩了 啥的 就是 客套了一番 啊 然后那个 大哥呢 就过来说 哎 这是你朋友啊 小虫说 不是 他是咱们那儿 这个 女公关 啊 叫阿莲 阿莲啊 叫这么个名 阿莲 然后呢 就是说 那个 呃 大哥今天 首席这么好 阿莲说 大哥今天 首席这么好啊 要不然咱们一会儿 去贵宾厅吧 看来这个阿莲呀 他是这个 贵宾厅里的公关 啊 你看这个 公关呀 他分好多种 一种的是 中场的公关 一种的是 贵宾厅里的公关 啊 有些时候呢 这个贵宾厅里的公关呀 也到中场来看一看啊 有没有什么新的客户啊 哎 刚来妈咱不久 不知道有贵宾厅这个东西的 哎 但是呢 看着这人家出手很大吗 很很豪爽的 哎 就会主动跑到贵宾厅里头 啊 不是 主动从贵宾厅跑到这个中场里头 跟这些豪客去说 老板你要不要去贵宾厅里玩 啊 等于呢 就是跟这个 呃 跟从这个中场里头去抢客 啊 幸好呢 这个大哥呢 他们在这中场里没有公关啊 如果大哥在中场里头要有公关的话呢 这俩公关就得打架 啊 因为经常呢 有这个 呃 怎么说呢 贵宾厅里的公关 跑到中场里去拉客人 拉客人呢 然后导致这个 中场这个公关呢 哎 明明是他的 客人被贵宾厅的这个公关呢 拉到贵宾厅去玩了 啊 这样两个公关就怎么着 因为利益的问题就打起来了 啊 这种事是家常便饭 当时呢 大哥呢 还没有公关啊 大哥就说好啊 啊 然后那个当时呢 公关就说那个 什么呢 阿联就说呀 哎 这些天就是说 那个酒店 我给他安排个豪华套房啊 然后那个车 我单独给他安排个兵力 什么的 就 我估计他们已经就是查出这大哥呀 就身家多少多少了啊 就开始安排上了 啊 然后呢 当天呢 就是这个公关呢 还是带着我们一块吃料去 啊 吃吃吃吃饭去 啊 说吃多少啊 到时候我买单啊 然后呢 我说行行行 然后那个 我跟大哥呢 还有小时候呢 我们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就进去就坐 阿联呢 就说 呃 辛苦辛苦啊 然后见着我那时候 哎 辛苦辛苦辛苦 辛苦 辛苦啊 都辛苦 然后想吃什么 自个随便你啊 到时候这个 跟他们说我签单啊 然后不用你们付钱 然后就一阵喊一阵辛苦啊 这个 我们哥也讲啊 俗话说的好啊 见面到辛苦 必定是江湖啊 这个阿联肯定不简单 啊 呃 当天晚上呢 吃完这顿饭啊 大哥呢 就是一个劲的呢 就是又要去战斗去 我呢 属实是不想去熬夜 但是大哥呢 也没强求 但是呢 我怎么想呢 就是毕竟你拿了大哥一块手表 是吧 哎 怎么着陪大哥玩会儿 啊 一会儿再跟大哥说有事 再睡觉去 大哥呢 就 在这个 吃完饭 在阿联的这个指引线 就进了厅里边了 啊 当时呢 就是我小虫 大哥阿联呢 咔咔 抚着忙前跑后了 啊 给大哥换塑料片啊 照顾好大哥的周全啊 大哥自个呢 就又跟那个 就跟那厅里那桌上咔咔一坐啊 那大哥那派头就起来了啊 当天新买的那个范思哲 那个身上的大人头 那个那个 那个那那那衣服 花了胡罩呢 也穿上了啊 那大哥就 哈哈哈哈 哈哈 就开始 那大哥那派头就起来了 哗哗哗 大哥就跟那推啊 当天呢 自打到了这厅里头来 啊 大哥这运气啊 就急转直下啊 就 开始黑面 就卡卡卡卡就黑面了 啊 怎么推怎么黑啊 什么八输九啊 是吧 七输 七输八呀 是吧 就就就经常这样了啊 就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运气就下来了 是吧 然后当天呢 就黑了就有 一百五十个 大哥呢 黑完那么多米之后呢 呵呵一笑抽根烟啊 没事啊 无所谓啊 这都对大哥来说呢 不在话下 无所谓的事啊 我看呢 大哥呢 黑米了耶 当天呢 就打算 可能大哥也不想玩了啊 可能大哥也觉得有点累了 然后呢 大哥就回去休息了 大哥休息了呢 我跟小虫呢 也就休息了 啊 休息了 哎 呃 到了第二天啊 那个 公关呢 又给安排了 连那个吃早点啊 哎 再出去 带着逛啊 干什么的啊 又是一对买 啊 又又给安排了 然后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啊 公关呢 就又跟这大哥说啊 说大哥 就是晚上咱再玩会呗 大哥呢 就说好啊 啊 大哥呢 挺高兴 然后呢 又叫上我了 二手挖 昨天啊 黑米了 哥哥黑米了 你也看见了 是吧 哎 你今天你帮哥整两手啊 我看那天你一整的挺好 你给哥整两手 我说哥不 那天咱就是运气啊 哦 不是说那个 我整肯定能红米 大哥说呢 我就是觉得你还行 你看 哥 挺欣赏你的 是吧 你放心 哥是明白人 哥心里有数 啊 只要能红米 哥 不会亏待你 行不行 这一下呢 我就又陷入了一个轮回 啊 又要帮大哥们 带打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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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